中军帐内,舒成将军正在和东北边军的各级军官们议事,忽然察觉到营地深处传来的天地元气波动,又听到随后的那声惨嚎,不由表情微变。 一名偏将更是神情骤然一紧,站起身来,便准备向帐外冲去。舒成将军冷冷盯着他,寒声说道,徐爷,你想做什么? 那名叫徐银的边军偏将转过身来,看着面色如铁的舒将军终于明白为何今日会有这么一场会议。 他强行压抑住心头的震惊,沉声解释道,营内有动静,说不定是由笛笛潜入,本将身为山子营偏将,应该去巡查一番。 不用了,舒将军级别远在虚音之上,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对方说道,朝廷正在执行任务,你不用去巡查了。 徐银的胸口如遭中击,既担心那边的情况,又担心如果真是朝廷在查看马贼一事,说不定会牵扯更广。 一咬牙,沉声说道,末将不知朝廷在查何事,而且如今身在荒原,难道朝廷还会专门派人来查? 放肆! 舒成将军重重一派桌子立声喝道,朝廷办事? 难道还需要向你一个小小的偏将交代?你给我闭嘴,然后,坐下。 脸色苍白的中年人便是在荒原上坠凉对的马贼首领,他双眼无神地看着宁缺的脸,虚弱不堪地说道, 你,既然能找到我,何必还要问我是谁? 能找到你是因为猜到了你的身份,但猜测终究做不得数。 宁缺收了大黑伞,继续说道, 你究竟是什么人,其实并不重要,而且也很容易被发现,只需要画张像让军部查一查便清楚了。 中年人痛苦地皱着眉头说道, 那,你可以自己去查。 现在身在荒原,我不可能回长安,而且就算查到你是谁,对我想知道的事情,也没有什么帮助。 就好比,如果我触犯唐绿杀人,也没有人敢说夫子的半句坏话。 中年人缓缓闭上眼睛。 唉,我,叫林玲,帝国东北边军,内风营主将。 宁缺看着他苍白的脸颊,在心中默默附述了一遍这个名字,然后说道, 很好,那么,接下来就该说,究竟是谁指使你来杀我? 中年人紧紧抿着毫无血色的枯干双唇,看意思是绝对不会再说出任何一个字。 既然是东北边军内风营的主将,那么顶头上司便是夏侯大将军。 其实宁缺不需要问,中年人也不需要说彼此都心知肚明,究竟是谁想要杀宁缺。 然而,推论永远无法变成证据,就像宁缺先前说的那样,大念是林玲自成身份,也是因为知道,这不算什么。 宁缺看着紧闭双唇的中年人,用余光瞥了一眼障外一处,那里隐隐约约有一道人影。 沉默片刻后,他神情认真地说道,我以夫子的人格发誓,只要你肯说出来指使者是谁,我可以让你活着回去,并且让书院保证你的安全。 大念是林玲睁开双眼,看着他却依然一眼不发。 我已经用夫子的人格发誓,难道你还不信? 真的,没有人指使我,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 就算是你自己的决定,那也必然有某些人的默许。 要知道,虽然你是位洞玄境的强者,但在荒原上,依然没有资格指挥超过六百计的马贼。 我要知道,那个人的名字。 宁缺看着他的眼睛,淋淋喘息着说道, 从我的嘴里听到那个名字,真的这么重要吗? 对于朝廷查案,或许不重要,但对我很重要。 林玲忽然笑了起来,惨白的笑容显得有些诡异。 如果,如果对你很重要,那我又怎么会说呢? 宁缺皱了皱眉,发现自己低估了吓喉在对方心中的微信,低估了对方的忠诚。 他轻轻抚摸膝头,沉默很长时间后,忽然开口问道, 你有父母子女没有? 林玲似乎猜到了他想说什么,艰难地微笑说道, 没有,在宁缺看来,这笑容很可恶,很得意。 略意沉吟,他神情温和继续说道, 那你身为修行者,总有师门宗派吧? 有,但我从军以后便极少于师门来往, 也没有什么感情,你在撒谎,如果你和师门没有感情, 你大可以把这个空门放给我,你却偏偏要急着把师门撕扯开来, 说明你大有回护之意。 林玲微微一正,痛苦地皱了皱眉,说道, 信不信有你,反正我什么都不会说。 好吧,不管你是不是撒谎,但你要知道, 勾结马贼,袭击两队,尤其是谋杀我这个书院二层楼的弟子, 是什么样的罪过? 不过一死罢了,千古,谁无死?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,虽然我认为死亡确实是最大的威胁, 但我知道,像你这样忠贞之事,一直都以为世界上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东西。 我是夫子的弟子,我是陛下的信臣, 就凭这件事情,我可以问罪你的师父长辈,散了你的门派, 甚至把你所有的亲戚和同门尽数杀了。 或许你真的不在乎他们的死活,可万一那些亲戚里有你的青梅竹马, 万一那些同门里有当初夜时给你噎背脚的师姐, 就这样死了,岂不可惜。 林玲听不懂青梅竹马,但她听懂了宁缺毫不加掩饰的杀意, 于是因为失血过多而寒冷的身体愈发的寒冷, 竟仿佛比帐外的风雪更加凄凉。 我不习惯这么威胁人,因为以前我很少有威胁人的资本, 而且我也不想威胁人,我只是想知道一个答案, 这个你我都知道,只是我想从你嘴里听到的答案。 林玲哭搞消瘦的脸颊上流露出挣扎的神情, 灰暗的眼眸里渐渐溢出放弃和歉疚的情绪, 宁缺瞧得仔细,平静加了一句, 我以夫子的人格发誓。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 甘涩的阴杰终于从这位垂死的大念师的哭唇间缓缓道出, 宁缺低下头,安静地认真倾听, 时不时问上两句, 在听完了所有想知道的事情, 他站起身来,看着奄奄一息, 但眼神在愧疚之余流露出些许平静, 轻松情绪的中年男子点头致意, 然后他抽出翘中的坡刀向下斩去, 寒冷的刀锋斩断对方的咽喉, 大念师眼眸里的那些愧疚放松后怕之类的复杂情绪, 全部化作灰暗的震惊和绝望, 眼睛瞪得极大, 纵使没了呼吸也无法闭上, 走出帐外, 宁缺看着那名等候自己的唐兵说道, 他没能挺下来, 真的很遗憾, 那名天书处埋在边军里的眼线堂兵, 从头到尾关了今天发生的事情, 听着这句话,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, 看着宁缺刀锋上那抹残血, 只好沉默不语。 这句话, 是温暖赚恐控酮被上排出一道战。